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名人的黑幕或者说是黑帮的发迹史 亦或是各种悬疑大案以及更多的其他题材的探索 针对这些内容目前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规划 我们将会把这些内容做一个大概的整合 放在之后我们即将推出的一个新的专辑当中 这个专辑的名字暂定叫做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 200家陈峰的未解之谜当中 需要说的是这个新专辑 我们决定在喜马拉雅作为会员节目进行独家播出 总计有200多集的内容 专辑上线时间将会在不久之后的9月9号 大家届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关键词 绝密档案深夜调查局就能够找到这部新的专辑了 在上线前的这段时间当中 也欢迎大家添加我们喜马拉雅工作人员的微信 XMLY0330 也就是喜马拉雅四个字的拼音的首字母 加0330 XMLY0330 添加微信之后 工作人员将会把大家拉进喜马拉雅官方的粉丝群 届时将会有不少福利活动 送喜点 送签名书 等等其他惊喜 在等着大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专辑 将会是喜马拉雅的会员专辑 也就是说 如果您是喜马拉雅的会员 就可以免费收听本专辑 目前喜马拉雅的会员价格为每个月6块钱 6块钱就可以听到我们的200多集故事 也是很划算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 多多捧场 9月9号我们不见不散 探索事实真相 搜寻幕后真凶 欢迎收听 绝密大案 这个账本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线索 现在又没用了 让它撕掉了 这个情况让大伙非常伤心 那么下一步大伙去哪找到这六个人的名字呢 凶手到底是谁呢 在这个时候 警方又一次灵光一闪 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也非常巧妙 按照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的习惯 新任结婚之前 发请柬之前 一般都要先拟出一份名单来 这个名单 写的都是什么人呢 把这请柬发给谁 请谁来 这名单上都会列出来 按照这个名单形式 所以说 账本上被撕掉的那六个人的名字 肯定也在这个名单上 那么这份名单现在还在不在呢 警方赶紧又一次到现场 再查 再找 这回呢 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聊 在这个床头柜最底下 终于翻着了 一个小名单 上面写的是他俩结婚的时候 请客都找谁 这份名单呢 也没被撕 估计梁子军自己也给忘了 所以警方就把这个名单上面的名字 和记账本上的名字一一比对 最后发现果然 有六个人不在这个记账本上 也就是说呢 这六个人就是被撕掉的那六个 之后警方对这六个人逐一排查 其中有五个人嫌疑很快被排除了 只剩下一个叫陆富山的 这个陆富山 他没法证明自己不在现场 从而也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说这个陆富山那年是三十来岁 没有什么固定职业 会点小玩意儿 会舞刀弄枪玩一些杂耍 08年的时候 也就是案发两年之前 陆富山在龙平某一个饭店 表演这个杂耍的时候 跟当时在这个饭店工作的梁子军就认识了 俩人慢慢的一来一去成了朋友了 并且交往一直比较密切 那通过警方的秘密侦查 也发现案发之前 陆富山和梁子军曾经频繁的接触 这是第一 其次呢 陆富山这个人他没有固定收入 而且之前他妻子出了车祸 又欠了好几万的外债 他需要钱 那所以这动机就来了 第三呢 案发之后 这俩人仍然是频繁接触 并且接触地点都比较偏僻 也值得怀疑 那至此 经过这两个月大量艰辛的侦查工作 这个嫌犯可以说终于是浮出了水面了 最终10年12月28号 这案组决定对梁子军陆富山分别实施抓捕 之后在警方的强大的审讯攻势之下 梁子军也把自己的这一番预谋计划 雇兄杀妻骗保这个经过全部交代 到这个时候警方才知道 原来他和张淑妮的这场婚姻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而他的妻子张淑妮 当然也是他精心挑选的猎物 有关张淑妮的情况 前面我们大概介绍了 他是出生于一个起干家庭 父亲叫张永健 是运输公司的咸丰公司的经理 他母亲叫陈永峰 自己开了一个刺绣公司 那张淑妮呢 从小也是天生励志 长得好看 身材好 而且喜欢唱歌跳舞 他的梦想就是长大之后 当一名出色的艺人 所以在中学毕业之后 张淑妮就一个人去广州闯荡了 加盟了一个剧团 这时候呢 他的艺术潜质也开始斩头漏脚 并且在那期间 他和剧团里面的一个男歌手 走到一块了 04年 俩人喜结良缘 不过呢 这场婚姻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08年 俩人性格不合 离婚了 那离婚之后 张淑妮回到咸丰老家 在母亲的公司 当了一个销售部经理 不过与此同时呢 他也没有放弃梦想 一直找机会 在这个舞台上施展才艺 唱歌跳舞 而且他演唱的这一批名歌呢 也很快就红遍了恩师 被称为最给力的 土家族女歌手 逐渐的小有名气了 那么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他被梁子军给定上了 所以在这 咱打住再说梁子军 梁子军这个人呢 也有自己的梦想 他渴望成功 渴望发财 这本来是没错的 但是呢 这个人太容易被打败了 年轻时期 的确他拼搏过 但是拼搏一番之后 直到娶妻生子了 还是没成功 这时候 他思想变了 他觉得是贫穷 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很难成功了 于是乎呢 他就萌生了一个 歪门邪道的一个想法 那曾经他看过一个杀妻骗保的一个欧美电影 当时看完之后 后来一回想 他感觉这办法不错 于是呢 马上如法炮制 不过当时 在买了这个保险 让他前妻签字的时候呢 他前妻急眼了 咱家穷的叮当响 你到处借钱 给我买这保险 是不是你想让我早点死啊 急了 梁子军呢 本来就心虚 一听吓了一跳 认为说 这前妻应该是识破了自己的想法 于是赶紧就跟人离婚了 离婚之后 他又找了一个安摩小姐 人家求婚呢 都是送这个金银首饰 送花 这个送这些东西 那他不 他直接拿了一个保险单去求婚去了 他觉得这个办法讨巧啊 很另类 肯定对方会大吃一惊 同时呢 正好自己这计划 正好就往下推进了 但是啊 没想到 人家安摩小姐呢 隐隐约约的 识破了他这阴谋了 直接拒绝了 那再后来 梁子军就盯上这个美女歌手张舒尼了 这次呢 他准备非常充分 做了很长时间的前妻调研 发现这个张舒尼 在当地娱乐圈 很有名气 但是呢 他的情感生活很单纯 而且对人对事从来不设防 很善良 于是 他就锁定了张舒尼了 准备来一个财色双收 从09年5月1号开始 他就自称是张舒尼的贴杆粉丝 对张舒尼是大献殷勤 而渐渐的 单纯的张舒尼 也慢慢的被感动了 09年7月15号 梁子军花8万多 给张舒尼买了一份保险 用这份保险单 作为求婚礼物 故技重施 而这次 单纯的张舒尼 果然是既惊喜又开心 因为在他看来 梁子军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他不落俗套 不送那些玫瑰首饰等等 那些华而不识的 而是别出心裁 买了一份保险 他觉得这份保险 寓意着 对方想让自己一生 幸福安全美满 是包含着男友浓浓的情意 值得托付终身啊 于是不久之后 刚刚认识五个月 张舒尼就在09年10月1号 和梁子军登记结婚了 而张舒尼也万万没有想到 不幸的日子 离他越来越近了 在结婚刚刚三个月之后 梁子军就找到了陆富山 跟陆富山说 来兄弟帮我个忙 请你干掉我媳妇 那陆富山一开始一听啊 不敢接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后来梁子军给他说了这个来龙去脉 说自己可以拿到一百万的一个保险金 而且保证说 这活呢 我也不让你白干 事成之后 我分你十万 这是一千块钱定金 先给你 于是乎俩人一拍即合 陆富山呢 也开始行动了 说这个去杀害张舒尼 其实陆富山呢 前前后后行动了四次 前三次都失败了 第四次才成功 第一次呢 是梁子军让陆富山带着作案工具 跟踪张舒尼 到这没人的时候 下手杀人 但是呢 不巧 那一天 张舒尼的身边一直有人 而且回家之后 又带着外甥 出来吃夜宵了 所以最终的计划落空 张舒尼侥幸活下来了 这第一次 第二次呢 梁子军想了一个办法 他是用自己这工作上的便利 把公司里的一些炸药雷管 偷回家了 设计了一个很完美的谋杀方案 怎么做呢 把这个炸药雷管 先放在这个卧室床底下 导火线旁边呢 放一盘蚊箱 在这个房间窗台窗户上 窗帘后边 藏一桶汽油 然后先点着温箱 那温箱慢慢的烧的头来 会点燃这个导火线 导火线呢 会引燃雷管 然后雷管蹦爆炸了 引爆汽油 这汽油一烧一炸 大火出来了 焚尸灭迹 看起来很不错 那当天晚上 让陆富山提前埋伏到他们家里 他提前给陆富山呢 配了一个他家的钥匙 让他提前进到家门里面 然后躲在这个卧室窗帘的后面 但是啊 那天特别尴尬 那天晚上张淑妮加班 凌晨两点了 才躺下睡觉 这陆富山在这窗帘后边 站了六七个小时了 末了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腿都麻了 还没等这个张淑妮完全熟睡呢 不行了 赶紧出来 把这温箱就点了 结果这一下子 把张淑妮就给惊醒了 惊醒之后 逮了个现行 张淑妮当时呢 又害怕又生气 他知道这陆富山 是自己丈夫的朋友啊 就质问这陆富山 说你干嘛呀 你半夜来我家里边 你要强奸我还是干嘛 陆富山呢 当时就解释 说哎 不是不是 是你丈夫 让我来帮忙抓小偷 我这一进来 把你吵醒了 那张淑妮肯定不信啊 他就问 说抓小偷 那我丈夫呢 不可能就你一个人啊 陆富山一听呢 就赶紧编瞎话 说那个 这个子军哥啊 看到小偷了 他就追到楼下去了 我还没来得及下去呢 这不你就醒了吗 那张淑妮一听呢 就赶紧给梁子军打电话 核实 但是梁子军跟陆富山是一伙的呀 他就帮着陆富山援 说哎 确实是我让他过来帮忙抓小偷的 我这刚才追了半天 小偷跑了 那你别担心啊 我马上回来 买挂电话之后 梁子军赶紧 打了个车 回到家里边 张淑妮呢 他还真就信了 那于是这样 这第二次行动呢 也失败了 张淑妮又一次侥幸活下来了 梁子军想要钱啊 所以马上就策划了第三次 这第三次呢 仍然是非常周密 但是也没得逞 首先 那为了防止之后被警方查到线索 他专门去了重庆 买了很多作案工具 什么手套啊 铁锤啊 绳子呀 最厉害的是一双鞋 说他和陆富山呢 都是4041号的脚 但偏偏买了一个36码的一个鞋 而且故意把这鞋底这纹路啊 给错掉了 那所以说警方当时在现场 看到那个鞋印是36号的 那为的就是浑淇视听 误导警方 另外呢 他们把这个鞋底那个纹路 那花纹给错掉了 所以说警方当时查了一个月 都没查到到底是一双什么款式的鞋 在哪买的都没查到 这也都能体现出来 梁子军的狡猾奸诈 那当时 他和张初尼啊 编了一个瞎话 说自己去重庆 找一个朋友做生意 至于说做什么生意 他没说 故意装的神神秘秘的 当时呢 张初尼很奇怪 就问他 你做什么生意啊 怎么做生意 你也不带本钱呢 他还是不说 就光说这个生意啊 很赚钱 但是呢 不能告诉任何人 那张初尼也纳闷 但确实呢 他很听话 没跟别人说 就光猜测 说猜测说 难道丈夫这贩毒去了 那不过他也只是猜 没敢多说什么 那为什么张初尼这么猜呢 因为之前 梁子军特地买了三张手机卡 他自己一张 陆富山一张 张初尼一张 他对张初尼说呢 说这个卡呀 是秘密手机卡 我们专门谈生意用的 如果说 哎 我去重庆谈生意了 你要联系我 只能用这个手机卡 单线联系 哎 都安排好了 他就去重庆 假装去做生意去了 然后到了之后呢 找一天 就给张初尼打电话 说我那个兄弟 陆富山 一会儿去咱们家一趟 他要给我送一个银行卡 这卡呢 做生意用的 你呢 给他开个门 那实际上呢 这是他让陆富山 去家里边杀害张初尼 那然后过了一会儿 敲门 张初尼就听话的 给开门了 不过呢 正当着陆富山 准备下手的时候 他突然收到一个 梁子军的短信 让陆富山马上停手 离开 哎 为什么呢 眼看得手了 为什么离开呢 因为当时啊 陆富山来了之后 张初尼 就用那个单线联系的 那个手机卡 给梁子军发了一个短信 说陆富山 把这卡呢 送来了 你放心吧 你看 这多好的媳妇啊 还专门给丈夫说一声 但是呢 梁子军不这么认为 他一看 哎呦 张初尼短信发过来了 他担心了 他怕之后警方查的时候呢 万一说 查到这卡了 再牵连到自己身上来 那就坏事了 因为他知道 警方查这死者的时候呢 都会查这个手机通讯记录 所以说当时赶紧发短信 让陆富山停手 改天再行动 陆富山当时一看 说哎呀 今天这卡拿错了 不好意思 嫂子 改天我再送过来 哎 然后匆匆离开了 就这样 张淑妮又躲过一劫 这时间慢慢就到了2010年10月份 眼看着投保的那三份保险呢 马上到期了 梁子军等不及了 让陆富山必须在26号之前干掉张淑妮 于是呢 他们跟上次一样 顾忌重施 先是跟张淑妮说 说重庆那个生意伙伴啊 来恩师来找我了 所以呢 我24号这天 要去恩师市里 但是呢 对外边说 我还是说去看病 那因为咱这生意 不能对外透露吗 最当时这个梁子军呢 他到了恩师之后 直到25号晚上之前 白天啊 总是给张淑妮打电话 为什么打呢 嘘寒问暖 为了制造一个假象 哎 然后在25号的晚上 又打电话说 说陆富山晚上来给送银行卡 给开下门 那这次 他仍然是听话的开门了 开门之后 也就宣告了 张淑妮生命的结束 按照他们的计划 到这个陆富山 进了家门之后呢 哎 等张淑妮倒茶的时候 趁机赶紧掏出铁锤 把他砸晕 然后用绳子给活活勒死 把尸体藏进衣柜里面 然后拿走手机戒指等等一些财物 伪造一个抢劫杀人 这样的一个现场 如此这一套下来 他感觉自己这个办法 简直是天衣无缝 但是呢 梁子军怎么都想不到 纵使自己再狡猾 再聪明 只要是罪恶 终究会留下痕迹 你一个人脑子再聪明 能比得上广大的公安干警 比得上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 明显是不能的 就拿这些案子来说 梁子军的确很狡猾 很聪明 但是就算他再高明 他能想到利用监控撕脚 让凶手隐身 能想到撕掉记账本上的名字 能想到伪造一个现场 但是他就是想不到警方会在监控下面做实验 就是想不到警方会去找到那个宴请宾客的名单 更想不到他这个现场伪造的实在是太糟糕了 这类人都有这么一个缺点 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但即使当一个人对抗一群人的智慧的时候 他必定会是失败的 这不仅仅限于刑事案件 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 对于这起案件的结尾 2011年9月23号 恩世州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梁子军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陆富山犯故意杀人罪 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之后12年 梁子军顺利被枪毙了 至于陆富山 两年之后也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好 这起案子今天咱也说完了 我是大腕 如果您喜欢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搜索大腕说故事 点击关注即可 好 咱们下集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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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